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威力球营 大家好 我是期货威力哥 今天的行情呢 就一如威力哥 在上个礼拜不止一次的跟大家提醒过 我在早上节目 甚至下午的节目我都有跟大家提醒过 甚至要整理一个表 来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张表 各位你来看 这张表呢如果你一直有在追踪威力哥节目的话 你应该不陌生 这个中国十一长假的这个行情 我在上个礼拜就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中国十一长假以前法人多多少少一定会做出一些调节 所以在十一以前一定会有一个小腹拉回的一个情况 这属于比较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会抱着大量的一个库存跟持仓 去承受 这个从这个10月1号到这个 10月7号这么多天的一个 可能要面临的风险 所以呢在 廉价前的多多少少都会有调节的现象 那廉价后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他是所谓的 计划经济计划金融 所以你在看官方的一个主导之下 他往往都能够演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庆祝行情 只有2018年是例外的 为什么 因为2018年美国特地挑在那个时间点对中国 发动所谓的贸易战 所以造成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崩顶 那但是呢今年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都试图在缓和 这个贸易谈判的 各种这个紧张的一个氛围 所以呢在 今天呢 非常顺利的 在这个整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 带动之下 你看连我们的这个市场都演出一个 相对呢 非常漂亮的行情 为什么说很漂亮 因为这个整数关卡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 稍微 这个 小震荡了一下 他就站上了这个整数的一个关卡 那指数走到这边的紧接着大家一定会去关注接下来啦 就是我们 的这个双十国庆 那我们双十国庆之后呢是不是也会有很漂亮的庆祝行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 这张表呢 我想威克也不止一次 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 在双十国庆以前 他预料呢也会有一个 小幅度的一个 修正的一个行情 可能不会是今天 有可能是在 明天的一个 可能是早盘 比较靠近中午过后的时间 有可能是夜盘的一个时间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 在这个廉价期间 遭遇到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礼拜四礼拜 问题是 如果是过去的话 你可能不需要太过担心 但是这一次 因为10月10号 10月11号 正好是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 一个期间 而且是首长级的会谈 偏偏在这个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新闻是 美国竟然又针对着中国 提出了这个贸易黑名单 是特别针对中国企业而来的 那这就让大家开始担心 那这个要会谈前 玩这样的花样 后面还要谈吗 我们再看他这一次 贸易谈判的关键有六大要素 这六大要素分别提到的都是跟这个技术转移 智慧产权权保护 相关的议题 在强迫技术转让这一块中国已经让步 但是在智慧产权的保护以及执法方面 我相信 这个部分中国也会 这个敷衍一下敷衍一下的去应付一下 这个部分有可能会答应 但是在其他的这一些 可能比较关键性的 一些其他的这些 比如说这个在技术或者这些 企业的 一些什么黑名单的防堵上面 大家一定会有一些工坊 这个部分 尤其是针对像华为的问题 还有针对今天的这个贸易黑名单的问题 维格认为在这一轮的谈判 很难达成 相当的协议 而且这也是官方所公告的 谈判项目 跟中国在事前所释放出来的 开放金融市场的这个部分 几乎是没有办法吻合的 那等于说呢 中国呢已经 承诺了要开放金融市场 可是美方在新一轮的 这个今天呢 以及明天要谈判 这个10月10号 10月11号 所谈判的内容里面呢 他们 是要把这个跟 技术还有智慧财产权 相关的议题把它包进来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的画面 甚至 美国总统川普想要把香港的问题 也纳入 10月10号10月11号的一个 谈判的范围内 这会增加 美中双方 达成 部分贸易协商共识的困难度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贸易协商 可能没有像 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 那么的乐观 这是大家要去担心的要素 再看回来这张表 所以今年的这个双十国庆行情 其实他充满着蛮高的变数 他充满着非常高的变数 也就是又是在这个10月10号10月11号 之后 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这会影响到这一个 这个国庆行情 这个国庆 连续假期之后的一个行情的变化 如果达成协议很可能大涨 如果在这一次呢 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协议 没有办法取得共识 那不排除呢 这个中国很可能会针对今天 美国 他对这个中国所提出的这个贸易黑名单的部分 进行反击 那这个双十国庆的廉价之后呢 很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 调节压力出来 刚刚好指数又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 刚好是在5月的川普缺口附近 所以会一个在这边提醒大家 无论 你是看跌还是看空 施责善用选择权 去 做一个避审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表格台湾的双十国庆在过去几年之内 他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性 但是可以 肯定的是 在双十廉价之后 常常会出现大涨或大跌的一个情况 那像这样的行情应该怎么因应 像选择权的部分呢你就可以利用 像这个选择权的这个 买方的这个 乐视的部分 为什么我们不讲跨市 因为跨市都是比较集中在 价评的一个选择权 那价评选择权 因为他的时间价值相对比较高 所以其实不太适合你用来廉价 因为除非呢 这个廉价之后 他发生了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一个 一个事件 比如说是这个美国股市 或者是整个全球股市 出现了这个3%以上的 大涨或大跌 否则呢其实跨市的这个部分要赚钱 机率虽然很高但是他 所能够 赚到的这个 这个权利金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说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呢我们 今天呢 真的选择选择的乐视来讲 第一他的成本比较低 他的一个持有的成本比较低 那第二呢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 操作呢 相对来说 他面对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时候 他的全球金比较有机会让你 赚到 倍数的一个利润 所以 各位 你要去善用选择权 这样的一个组合 在这个双十国庆 的这个 布局上面 这个 组合呢其实他也非常的 适合 用在这个重大事件 比如 之后的总统大选投票日之前 或者是之后呢 有什么这个刚刚好有什么国际性的大事件 比如说 下次美中贸易谈判 他的定的日期就刚刚好在这个比如说在 这个 耶诞节假期之前 那假设呢又或者是一个连续假期之前 那通常这样的情况 他的一个结果出来会刚好卡在假日期间的话 你就可以善用这样的一个 一个组合 来掌握这个行情的一个变化 那你没有打算的用选择权来做这样的一个 规划的话也没有关系 布局还是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高 上面有五月份的穿股缺口 短线上也有正乖离急涨扩大的一个情况 各位还是要 针对着你手上的一个磁场的部位去做好避险的规划 紧接着我们来看回来 整个技术面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现货他是用 K高总高的方式 他留下来再次留下缺口 而且呢他的这个K线跟均线的位置就五日线来说 他其实有一点点正乖离过大的一个情况 那就成交量的部分来看 今天的成交量 应该是很有机会可以站回在月平均成交金额 附近或以上 那表示呢今天还是很有机会收红 但是今天呢 收红之后 要看他的一个 收涨的一个位置 如果呢 如果他今天呢就直接 在这个尾盘的部分 直接啊 将这个 川普缺口的这个部分 把它 做了一个 填补 那你肯定要留意 你肯定要留意 为什么呢 因为多方的目标点已经到了 很可能呢 今天晚上就开始会有法人进行一些调节 那如果今天没有来 就有可能是什么呀 明天 明天延续的这个庆祝的行情 因为我们看刚刚的这一张中国大陆11这张图 往往 他不会只有一天的一个涨势 他不会有一天的涨势 他往往都会是连续两天的一个涨势 所以啊 各位 今天 今天短多可能还有机会持续的往上看 但是到了这个明天的这个中午时段 我也要提醒大家 要特别留意 因为这个技术面来看 这个正规理呢 有一点过大的一个迹象 而且我们从 盘中 期货的这个变化 这个分时的走势来看 给你看昨天的夜盘回落 昨天的夜盘是一个 回落的一个情况 今天一早就开高 往上了 这是有点很刻意的在做 搁空取量的一个动作 他也知道你城市在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一开就开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 能够持续的即使有卖压出现 他还是持续的往上高 这很明显 就是市场 这个我们的国家队 或者是这个控盘者 他很刻意的针对着市场的城市交易呢 再对 再去做一个攻击 或是做一些 这个比较能够 依照指标机械式操作者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昨天夜盘 那三根 60分钟K 的状况来看 百分之七八十的 趋势型的指标 循环型的指标 他都是 死亡交叉的状态 而且 他死亡交叉位置又在近期的 这个 弹生走势的相对高 所以这边一定会有空难在里面布局 他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做搁空取量 这很明显的 国家队 利用的全民的民子民高 与民真理的表现 但是没办法 这个 这个 行情 量不出来 又在相对高 买盘不济 国家队也只能使出 这样子的一个 杀手键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买盘是健康的吗 其实他 不是很健康 但是你说他还会不会涨 他还是有机会 持续的在往上涨 他还是有机会 持续的往上涨 那会涨到什么地方 需要你留意 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 要留意的就是5月初的时候 还记得吗 川普呢在一个礼拜天的时候 他突然拍桌子说 中国都在欺骗他 中国呢都在玩拖延战术 那导致呢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本来这个礼拜五还急涨 还藏红 礼拜天 这个川普 这个一拍桌 开低一路往下上 在这个地方呢 套牢的一个压力相对来说比较重 即使缺口填补 往上攻 他还是免不了 会有调节的一个 压力出现 因为 因为 指数在持续往上 其实股市的一个整个平均先进之利率呢 已经偏低了 他已经偏低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也提醒大家要留意 其实呢 就是其实台子的一个相对位 相对在 美股指数的部分 有点高 所以这个 在不同市场 但高相关性的这个指数 对照之下 我们有一点点 背离 有点背离是说 我们的这个走势相对人家比较强 其次呢 就是单纯看我们的这个整个技术面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K线跟均线之间的正乖离 K线跟均线之间的距离叫乖离 K线在均线之上叫正乖离 正乖离的幅度已经有点大 但是并不是说只要正乖离过大就马上跌 他会 来到一个 比如说用乖离率来评估他已经有点过度乐观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比较大的调节的一个压力 就目前录影这个时间看起来还没有发生 但是你要留意明天 因为明天 下班之后呢 紧接着就是什么 这个连续 这个四天的一个廉价 所以这个法人在这个地方 为了避免美中贸易战 川普突然又发神经又拍桌子 所以法一定会什么 他会针对一些比较位阶比较高的 比较投机性的 比较题材性的 标题会做调节 当然了就会影响到指数的一个 攻顶的 一个力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又再次提醒大家 你要最多可以短线操作 但是逢高 不论的部分 逢高 还是尽量 逢 这个缺口形态 附近 还是适当的去做一下 挑起了一个动作 或者是 去做一些避险的规划 简单讲 今天整个盘势 目前看起来 我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对于美中贸易战的部分 10月10号 10月11号的协商 不要太过 乐观 另一方面呢 就是川普 被弹劾的几率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高 这些呢 其实都是比较不利的因素 那比较短期呢 短线有利于多方 就是11长假的 中国11长假的庆祝行期 通常都会有两天红盘 但相对来说 他可以带动整个 亚洲市场呢 有一个比较相对强的一个表现 这几乎是目前排名上看起来 唯一能够支持多方 网上看缺口的一个理由 那在技术面呢 可能就要提醒大家 要留意 因为正乖离国道 第二呢 这个缺口的一个形态 川普五六处的川普缺口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调节压力出现 所以大家不要 过度乐观的最多 最后呢 就是提醒大家 这个短线的长势是由两岸的国家队所带动 那这个庆祝黄前之后 刚好是一个压力的一个关卡 所以在这个部分提醒大家 要多做留意 多方 尽量 偏短线的一个规划 那不要呢 去过度重压 逢高呢 逢缺口附近 做好避险 或者是做适当的一个调节 以上 就是我们今天的威力起获 最后 威力哥祝福大家 操作顺利 厚力满满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限限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